简单地洗漱之后,坐在石凳上的楚清禾,看了一眼院边那依旧还是关着的房门。 你点他们两个的穴了? 听着楚清禾所问,水母音机笑着点了点头,嗯,下手比较重,算起来应该还要半课中的时间才能醒。 说话间,那下手中三个字丝毫没有隐瞒,相当地诚恳。 说话的语气也十分地自然。 甚至于在楚清禾的视角之中,此时的水母音机说话间还有些得意。 不过,不等楚清禾回应,一阵敲门声忽然从前院传来。 在声音响起的瞬间,水母音机美眸一亮,随后身形一闪便离开了位置。 差不多两夕时间后水母音机才是重新回来。 而之前还两手空空的水母音机手中已经是多了一个餐盒。 在将餐盒放在桌上后,水母音机微笑道,小赵说的,你喜欢吃东街那里大娘家的豆腐脑。 可能是因为昨夜的原因,此时的水母音机虽然甜美依旧,可身上却不自觉多出了几分温婉的感觉。 而且看向楚清禾之时,眼神更显温柔。 几夕后,拿起水壶倒了一杯水后,楚清禾顺手在杯中一些药粉,然后才将杯子放在水母音机的面前。 当杯子递过来的瞬间,水母音机视线落于楚清禾身上的同时,想也不想便拿起水杯凑到嘴边。 烫!不过,还没等水母音机喝下去,楚清禾的声音便响了起来。 啊?哦! 听着楚清禾的提示,水母音机先是冷了一下,随后快速地反应了过来。 蒸汽运转下,一抹冰晶快速地在这杯子表面凝聚了一瞬。 待到杯子里面,这混合了药粉的水温度降下来后,才是再次喝了起来。 片刻后,感受着此时原本身体某处消散的灼痛以及撕扯感,水母音机笑着开口道,感觉好了。 闻言,楚清禾轻轻地点了点头,随后问道,那房间里面的银票是怎么回事? 单手拖着香塞的水母音机笑脸盈盈道,昨天找小钊和取飞烟探口风时剩下的一些银票, 昨晚溜进你房间的时候顺手放在桌上的。 明白了情况后,楚清禾心中一松。 片刻后,楚清禾不由摇了摇头。 惊艳这东西,到底是有好有坏? 就跟刚刚楚清禾起床后一样,因为惊艳的原因, 当看到桌上的那一叠银票时,楚清禾第一时间就想歪了。 心中叹了口气后,楚清禾瞥了一眼那依旧还未开着的房门。 随后,清禾一声后,开口道,那啥,其实,以后晚上你要是进来的时候,不用点穴的。 水母音机想也不想,便顺口道,好呀,听你的。 说话间,水母音机视线依旧缓在楚清禾的身上,视线依旧神情之中, 竟是莫名带着几分宠溺的感觉。 而见水母音机竟然简单便同意了下来,楚清禾心中先是正了一下。 但下一秒,楚清禾又是释然了下来,嘴角上亦是扬起了一抹弧度。 而当目光落于桌上这餐盒时,楚清禾心中亦是有着柔软的一处被触动。 或许是性格所致,相比起东方不败和腰月而言,水母音机平时的表现便看得出来会更加贴心一些。 如果说,腰月和东方不败对于男人而言,更有着让人征服的欲望。 那么,水母音机给人的感觉,不但能够有让人眼前一亮的经验感,同时也更加适合常伴相守的人。 人心总归肉掌,对于任何一个男人而言,有几个能拒绝一个满眼都是自己的角色佳人。 温柔香这东西,谁经得起考验啊? 至少,楚清禾觉得自己抵抗不住,而既然抵抗不了,就只能享受了。 二时,一纳财,寄入土。 上午,四时初,九点。 在去飞烟和小钊刚刚返回之时,门外便响起了敲门声。 一炷香后,在楚清禾以及几女的忙活下,在这院子靠南的方向,竟是多出了一个竹篮编织的吊床。 看着此时,这完全能够容纳两个人躺着的吊床,去飞烟疑惑道,公子你弄这个干嘛。 楚清禾诞声道,躺着晒太阳可能会更舒服一点。 一边说,坐在这吊床上的楚清禾顺时将腿也抬了上去。 伴随着整个人躺下,和煦的阳光瞬间铺满全身,加上此时这吊床悬空时左右的晃动以及轻微的失重感,使得楚清禾不禁满意地闭上了眼睛。 旁边的驱飞烟看着此时悠哉的楚清禾,心中不免多了几分好奇。 随后,扫了一眼楚清禾身旁那空余的位置,驱飞烟挑眉后,竟是直接也挤了上去。 挤膝后,随着放松下来,等到适应了那种失重感后,驱飞烟瞬间就感觉到了不同的地方。 眼看着此时驱飞烟脸上露出了的神情,一旁的小招乃至于水母音机都是好奇地看着这躺着的两人。 片刻后,在此时水母音机以及小招开始体验这吊床后,驱飞烟不禁问道,不过为什么公子就让人做了这一张啊? 文言,楚清禾声音懒散道,先做一张试试看感觉,可以的话让人再做不就行了吗? 生活到底是自己的,怎么样去丰富也是因人而异。 正好天气逐渐转暖,相比起那躺椅,这吊床倒是更舒服一些。 不管是白天晒太阳还是晚上乘凉都可以用,实用性也不错。 在三女轮着感受着这院子里面新东西的时候,楚清禾走到小招的旁边,等到摸了摸这吉祥物吸了吸污器之后,楚清禾心念一动。 系统,给我进行迁道。 随着心中的念头才刚刚落下,系统的提示信息便瞬间弹了出来。 丁,检测当前宿主累计签到天数达到一月,自动跳转为月签,是否进行签到。 确定。 念头落下,在几夕时间的等待后,一道道系统提示信息接连冒了出来。 丁,恭喜宿主获取到黄金万两。 丁,恭喜宿主获取到特殊物品,五学升级卡星号一。 丁,恭喜宿主获取到特殊灵药,预言中辱星号一。 丁,恭喜宿主获取到修为晋级卡星号二。 丁,恭喜宿主获取到丁鹏人物卡,大宗施镜初期,星号一。 奖励已自动存入系统背包,请宿主自行查看和提取。 随着这一道道系统提示信息弹出,楚清禾也是快速地将注意力放在系统背包之中。 片刻后,在查看了一番这一次签到获取到的奖励后,楚清禾心中悠喝一声。 至终修为晋级卡不用说。 一旦使用后,便能够让楚清禾的修为进行突破。 而这两张修为晋级卡,正好让楚清禾从现在的一流后期迈入到先天境初期。 至于预言中辱,如同天香豆蔻一般,可谓是已经算得上绝技的东西。 同样是有着生肉活血智商的效果。 但相比起这两件东西,最为让楚清禾关注的,一个是武学升级卡,另外一个,则是这丁棚人物卡。 效果和之前楚清禾抽取到的西门吹雪人物卡一样。 一旦楚清禾使用,便能够让楚清禾在一个时辰之内获取到相当于大宗师径初期的丁棚实力。 现在的楚清禾修为以及实力尚且不够。 这能够让楚清禾瞬间爆发出强大实力的东西,自然是多多益善。 毕竟底牌这东西,谁会嫌多? 确定了这次迁到获取到的物品价值之后,楚清禾轻轻笑了笑。 少许时间后,楚清禾心念一动。 系统,给我使用两张修为晋升卡。 随着心中念头落下,就如同上一次使用这修为晋升卡一样。 一股尤为纯核的能量漠然出现在楚清禾的身体之中。 只不过,相比起当初楚清禾尚且还是二流境界时使用这修为晋升卡时, 这一次出现在楚清禾身体之中的纯核能量明显更多了。 同时,自楚清禾丹田之中的内力,在这一刻亦是仿佛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操控了一样。 自主从丹田之中流出快速地在楚清禾身体之中以一个极快的速度不断运转。 但随着楚清禾身体之中的内力快速地运转, 楚清禾身体之中的能量也是以一个恐怖的速度不断地被炼化, 不断壮大楚清禾自身的内力。 在这内力风增的情况下, 短短不过三息的时间, 一股波动骤然自楚清禾的身体之中迸发。 在这波动回荡间, 楚清禾身体之中的内力波动也是快速地从一流后期转变成为一流圆满境界。 感知到此刻楚清禾身体之中内力的变化, 一旁此时依旧还在吊床周围的三女皆是齐齐地看向楚清禾这边。 小招更是愕然道, 公子修为突破了。 一旁的曲飞烟更是面带一遇到, 赶上来了呀。 随着小招和曲飞烟本身的根骨提升到现在千里挑一的层次后, 两女本身修炼的速度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强。 即便是什么都不用自己修炼一天, 都抵得上以前半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 更别说每天还喝着各种可以提升功力的药酒以及那白玉菩提香。 两女修炼的速度可想而知, 前两天时间里先后突破到一流圆满的境界。 比起楚清禾的修为都要高一些。 可关键在于这样的提升, 同样离不开两女本身每天的努力修炼。 而看到楚清禾这一天到晚悠哉悠哉, 喝完酒都不练话要笑的, 竟然轻而易举地赶了上来。 曲飞烟心中说没有一点郁闷也不可能。 不过, 还没等此时曲飞烟心中的郁闷扩散开来, 水母音机却是忽然说道, 不对, 她的突破还没有结束。 这话出口, 曲飞烟和小招哪里还不清楚什么情况。 曲飞烟嘴角咧了咧道, 不是吧? 又来? 听到曲飞烟所言, 水母音机略显疑惑道, 什么又来? 文言, 曲飞烟叹了口气, 然后将之前楚清禾接连突破三个境界的事情 给水母音机说了一遍。 当得知了楚清禾这突破如饮水的举动, 即便是水母音机眼中也不禁浮现出一抹亚然。 这边, 随着楚清禾此时成功突破到了一流圆满境界后, 几乎是突破的瞬间, 楚清禾身体之中那些因为修为晋升卡而多出来的纯核能量 不但没有减少, 反而是增多了不少。 同时, 楚清禾身体之中的内力运转的速度也再次快了几分, 而且已经持续了将近十息的时间。 不! 终于, 随着楚清禾的内力再一次增多, 最后仅剩的一条玄脉亦是在这汹涌的内力之下被悍然冲开。 而在这一条玄脉被冲开的瞬间, 楚清禾身体之中的内力就如同绝地后的水快速地 在身体之中疯狂运转了起来。 并且这航空路线意识更加复杂了几分。 但随着这一次内力在身体之中运转了一个周天后, 自楚清禾身体之中的内力之中, 漠然有着一缕缕气流分离了出来。 虽说只有一丝, 但给人的感觉却是更加的凝炼。 正是迈入先天境时, 舞者才会凝聚出来的真气。 而当这第一丝真气凝聚而出后, 越来越多的真气开始在内力运转之下被凝聚而成。 不过才实习不到的时间, 此时楚清禾身体之中的内力便全部被转化成为了真气。 另外一边, 感受着楚清禾身上此刻的真气波动, 取飞烟的表情已经是一片迷茫。 这就先天境初期了。 看了看树下的楚清禾, 再感受着自己此时身体之中这一流圆满境界的内力。 去非那俏丽的小脸上的忧怨, 却是怎么都掩盖不住。 俨然是有再次被打击到的样子。 片刻后, 带到楚清禾身体之中的真气波动全部收敛平复了下去。 楚清禾才是缓缓地睁开眼睛随后吐出一口气。 不过, 感受着身体之中那宛若云朵一样栩栩流动的真气, 楚清禾的脸上亦是带着浓郁的笑容。 从得到系统到现在, 满打满算就五个月的时间。 但就是这五个月的时间, 确实让楚清禾从一个毫无武学内力根基的普通人, 一跃成为现在的先天境初期的舞者。 这提升的速度绝对是天下仅有。 即便是楚清禾此时对于自身这一份提升的速度也是满意到了极点。 舒服啊! 稍稍缓和了一会儿后, 楚清禾右手倾台。 心随意动之下, 一股股真气便是从楚清禾的指尖冒了出来, 在楚清禾的掌心之中徐徐地流动。 虽说真气带着几分如烟似雾的感觉, 但和之前的内力一样, 这几缕真气流动之下, 也是隐隐约约带着几分剑翼雏形质感。 并且在楚清禾的控制之下, 真气流动间不断变化, 时而凝聚成一把长剑, 时而组合成一把长刀。 竟然是有种如必指使, 对这真气的把握精准到极点。 而这也是通过系统这边提升所带来的好处之一了。 要知道, 舞者每次突破, 都是会需要一段时间来进行沉淀, 以免根基受到影响以及不能完好的操控自身的内力或是真气。 这也是为何前段时间在恒山派中, 水母音机通过纳酒叶酒心草炮制的药酒突破后, 楚清和梅第一时间将血菩提炮制的酒拿出来, 让其继续突破的原因。 就连楚清和几天前通过前段时间的积累突破到了一流后期时, 亦是花费了近一周的时间才是让根基稳固下来, 并且彻底地掌握了真气。 可这样的问题, 在通过系统提升后, 却完全不会存在。 在通过系统将修为提升后, 楚清和本身的根基完全不会受到一点影响。 就宛若稳扎稳打一步步靠自己苦修出来的一样, 并且对于真气的操控, 也能够达到一个趋于完美的程度。 这能力可谓是贴心到了极点。 而在把玩了一会儿这真气之后, 楚清和稍稍思索了片刻, 然后操控其中一缕直接落于旁边的地面。 呲 伴随着真气处碰到地面那青石砖上, 竟是在这青石砖上留下了一条 约两尺深一寸左右的狭长痕迹。 将这一缕真气留下的痕迹收入眼中, 楚清和心中霍了一声。 呲 同时, 远处的曲飞烟和小钊看着楚清和这随手一缕, 真气下留在地面的痕迹皆是忍不住眼眸一鸣。 虽说曲飞烟和小钊有着建议在身, 想要在这青石砖上留下这样的痕迹也不难, 但绝对做不到像楚清和这样轻描淡写的程度。 即便是水母音机将这一幕收入眼中时, 眼中亦是有着惊讶之感。 而在简单试验了一下自己此时真气的强度后, 楚清和眼中不禁浮现出一抹笑容。 先天破体无形剑气这一门功法位列天阶上品, 本身其强大就非寻常武学能比。 每一次提升后, 其威力的提升都是以数倍叠加。 更别说现在的楚清和进入到先天境初期, 内力蜕变为真气。 各种的提升可想而知。 就现在的真气而言, 论强度以及威力, 至少比之前的内力提升了十倍有余。 在楚清和的估计, 凭借着此时自身的实力和底蕴, 虽说修为尚且只是先天境初期。 但真要拼的话, 即便是宗师境初期的强者, 也可以拼一下。 这种明显的提升, 楚清和如何不满意。 等到仔细地感受了一番自己真气的变化之后, 此时楚清和才是将真气重新收敛, 转而将注意力放在系统背包中那一张武学提升卡上。 晚上还有一张, 可能会晚一点哈。